各位好,我们来看这题关于万有引力定律应用在人造卫星上面的题目 题目写得非常清楚,它写人造卫星绕地球运动所需的向心力为地球施与卫星的万有引力 那这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人造卫星它可以绕圈圈而不是等数直线运动 就是因为它有受力,那它受的力其实是万有引力 那这个万有引力跟它的速度方向是垂直的 这个F跟速度V是垂直 那对绕圆来说,如果这个力跟速度垂直的话 那这个力就会指向圆星 因为它就是跟切线垂直 速度方向沿着切线,然后力跟速度垂直 所以力这个万有引力沿着法线 那圆上面任何一个点,它如果要画法线的话都会通过圆星 所以这个万有引力今天就会通过圆星 它的方向会指向圆星,作为向心力 所以底下我们也写的比较白话 就是卫星所受的万有引力与卫星速度方向垂直 这时候万有引力不造成切线方向的加速 只造成法线方向的加速 所以只造成转弯,而不造成速度的快或慢的变化 不造成速率的改变,而只有造成转向 所以运用等数严重运动公式 向心力等于mv平方除以r 那今天这个向心力来自于万有引力,r平方分之gmm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小M会消去 而这个r也可以消去一个 所以小M消去以及r消去一个 最后再把v开根号 所以最后就会得到轨道速率 就会等于根号的轨道半径分支大gm 所以A选项就是对的 A选项卫星的速率是这样,没有错 好,再来B选项 那A选项知道以后就很容易推出B了 它的关键是等数严重运动的这个切线速率 就刚好是全程的平均速率 因为它是等速率的 所以就可以用圆周长除以周期 入境长除以时间来表示它的速率 好,所以我们就把 刚刚算出来的轨道速率公式 再让它等于圆周长除以周期 那同学可能有看出来 当它把它移向之后 这个r放到等号的左边 再放进根号里面 会变成r平方 r平方再乘以r平r三次方 然后大据答案一向一下 把t移过来 然后把t移过去 大据答案移下来 最后就得到了公转周期 会等于二拍根号的大据答案分支 轨道半径三次方 所以B选项也是对的 再来C选项 从B选项的这个轨道公转周期 也可以再找出它的角速率 就依照我们等速延周运动的关系 角速度 或如果不管方向的话 角速率 它就是在等速延周运动的情况下 它可以写成绕一圈的弧度 除上绕一圈的时间 那就是t分之二拍 所以我们这个t就可以换成 角速度分之二拍 这样子 所以再把刚刚算出来的公转周期公式 让它等于角速度 ω分之二拍 那我们就会发现二拍消掉了 然后再移一下 就会得到下面这个关系 角速度 就会等于根号的 轨道半径三次方分之大据答案 所以C选项也是对的 那诸选项呢 它说如果密度 地球的密度是rho 这个念rho h不发音rho 那这个密度乘上公转周期平方 会等于定值 这是一个好用的公式 但是它只适用于表面卫星 什么意思呢 这边我们有推理 质量等于密度乘上体积 这个是rho是密度 乘上体积 就是质量 那我们把这个星球质量 刚刚的这个公转周期公式 这里的大g大m 这个m是星球质量 我们把它换成密度乘上体积 那球体的体积是三分之四拍r三次方 这个r是球体的半径 而不是轨道半径 所以我们这边就把这个大g 乘上大m 这个大m就换成了rho 然后三分之四拍 然后还有星球半径三次方 好那本来是指到这边 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个公转周期公式 它根号里面的分子 这个r是轨道半径 是绕的很大的一个轨道的半径 那这个r呢 则是地球 这个地球的半径 那这个r是卫星绕地球的半径 不一样 抱歉刚刚有一点口误 就是小r 小r是卫星绕地球的半径 这个是小r 那r则是地球半径 不一样 一个是卫星的轨道半径 一个是地球的半径 球体的半径 好所以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呢 这个卫星是在很接近地球表面 运行的话 像这样子 然后 小r也非常的靠近地表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大r跟小r很接近的时候 如果很接近的时候 那这两个其实会消掉 就是 地球半径 和卫星的轨道半径 很接近 就可以消掉 那消掉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 剩下的这几项 全部都是常数 只有这个密度不是 剩下的三分之四π 还有G 还有二π 都是常数 密度不是常数 密度是这个随着不同星球 而会有不同的密度 所以最后 我们就得到这样的关系 就是当 卫星的轨道半径 就跟星球半径很接近的时候 这叫做表面卫星 在表面卫星的情况下呢 公传周期就会正比于密度更号分之一 更号密度分之一 那在平方还有交叉相乘 最后会得到这个密度乘上周期平方等于定值 所以猪选项 它是指在表面卫星才会成立 在表面卫星的这个情况下才会成立的 好 所以猪是错的 那一选项呢 卫星的质量越大 向星加速度越大 好 那所以向星力造成的加速度 就是 就是重力加速度 向星力造成的加速度 向星加速度 今天就是重力加速度 因为它是由万有引力 作为向星力 所以 向星加速度 就是万有引力造成的加速度 那就是重力加速度 所以 一选项 向星加速度 今天就等于重力加速度 就等于R平方分之GM 那所以这个是跟小M无关的 无关小M 所以 跟卫星的质量无关 只要是同一个轨道半径 那向星加速度都一样 同一个轨道半径 向星加速度都一样 这有点像是 在地球上 同一个高度的地方 无论轻的重的 它的加速度 自由落体的加速度 都是一样的 那再延伸多嘴一点就是 其实 人造卫星在绕圈圈的过程 它只有受重力 那我们也可以称它为 广义的自由落体 只不过 人造卫星是 一边往前飞 又一边往下掉 那继续往前飞 又继续往下掉 那配合地球的弧度 最后它就变成 没有落到地面 好 那这一题我就讲解解释到这里 谢谢同学